他们现在也在拍照 你们警察也在拍照 你们是不是要捞乱秩序 我问他这个有没有违法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你知道他跑我昆景吗 怎么对我说吗 我要是到你家门口 拍你妈洗澡 违不违法 今天在问我们 说我们是敌宿式的人 说我们没有文化 他们有文化 有文化的人就是这样问我们的 拍个照打了一顿戴进去 还要侮辱我们 流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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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祖大人解采 教祖大人解采 跟人民一个交代 跟人民一个交代 还人民去吧 人民无罪 恨心有罪 人民无罪 跟人民一个交代 跟人民一个交代 我们要见领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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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领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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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支持我们的群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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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会有丰面的给你们的道歉 好 反正我们肯定给苏妹的 人也会给你解释 行不行 我的电话记好了 就是83个43040 随时来咨询 然后也随时欢迎你来 登记信号办 好 苏妹上午受伤的几位公友 就带着病例 人也过来 身份证带着过来 我这里登记好 你跟我详细讲一下 在哪个位哪里 我这边就对应的 看一下监控 然后看这个当时执法的过程 是否失大 是否违法 是否不正确 给你们一个公道 好不好 好 行吧 今天晚上 我发明了 毫无 Medium 我发明期术